滑手機滑到一半被婦人驅趕 看見警察來了情緒更激動 堅持這對男女不該站在齊肉滑手機聊天 希望他們可以離開 無辜民眾不想再爭論直接離去 員警在現場耐心解釋夫人還是不肯聽 只好將他帶回派出所慢慢溝通 事發在25號上午新北市土城一處社區 柱子上有貼出公告強調騎樓警公通行不能逗留 夫人就是認為這兩人在騎樓逗留聊天玩手機才會這麼生氣 不過有其他住戶解釋會有這張公告有原因 因為之前就是有流浪漢會來我們的騎樓這邊睡覺 所以因為怕會引起一些危險 所以我們社區就公告說不要有人在這邊逗留 住戶說一般民眾真的在這裡休息或聊天都不會無故驅趕 可能是有些人比較嚴格 不過根據法規 騎樓確實必須要提供一般民眾來使用 開放空間的申請當初已經有容積獎勵了 所以政府本來就是要去做 所謂大眾通行跟使用上面的一個用途 那以這個狀況上面而言的話 它如果是開放空間 基本上是不可以對於這個 說是大眾的使用上面有一定程度的干擾 這回住戶不能忍受自家社區騎樓 有人停留引發糾紛 這對男女恐怕也沒想過在路邊玩手機會被趕走 TVBS宣傳老師郭穎 新鮑士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說法通常對於這個狀況下載TV 谢谢观看